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聊聊我饰演的苏英吧 你说我是仙女 我怎么忍心让你失望呢 可是我听说仙女都是很善良的 不会把人绑在树上这么久啊 我这个仙女天天喜欢用活人做花肥 苏英很像现代女性 性格不同于原来那种比较柔柔弱弱 然后比较传统的女性 很勇敢 独立 对于爱情不像古人那种很含蓄 她就是大胆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么一个人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这样性格的女生很吸引我 我才不要什么奴隶 我要你做我的丈夫 你有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人吗 那你今天算是有眼福了 但她因为绅士的缘故 所以她是一个有两面性的人 这是对我挑战比较大的一点 因为她在人前呢 是比较孤冷 高傲的一种形象 冷冰冰的 自从你和义父闹翻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你还敢回归山 但是私下里她自己的性格是很古灵精怪 很可爱 活泼的那种 所以要把握这两种不同的性格 还是要下一点工夫的 苏英的个性具有两面性 而在之前的演艺经历中 梁姐有过一个身体 拥有两个灵魂的表演经历 这对苏英的塑造 是不是带来了更大的帮助呢 我会借鉴很多经验 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 因为孙氏宠肥 她其实演的是两个人 到底是谁会获利呢 娶胖儿 对对对 刚才小姐就是这么说的 苏英她是一个人有两个性格 她在外面大嚷大叫的 着实让人心烦 看来义父已经让她闭嘴了 苏英是不会武功 但是她很聪明 她会用毒术 用医术 用一些机关 比如说对于江玉郎的调戏的时候 她会用不致命的这种毒术 这是我精心调制的 清零阵痛丸 它不仅可以止痛 还能强身大补 来 把嘴张开 我为你服下 她也会在她的住处设计一些机关 包括方便生活的小机关 就是小女生的这些小心思还是很多的 姑娘刚才在跟谁说话 这部戏的造型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跟我之前拍的古装戏都不一样 我这次是卷发 多了一份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衣服基本上都是一个色调比较统一 干干净净的 更加凸显了她干净高傲的这一面 这下特地来求见苏英苏老前辈 我就是苏英 对于自己演技方面的 其实知道现在还不成熟 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就希望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在细节方面吧 所以以后也希望是一点一点的 更完善自己的演技 对啊 你我都没摔死 就说明我们机身有缘分 小女儿 你总算遇到自己的客气吧 你也看出来了吧 她是喜欢我的 恶恶嘎嘎 玉鼠跳 新门一年又来到 大家过年好 祝各位新推荐的观众朋友们 吉祥如意 玉鼠年峰 鼠道福道 鼠年打击 给大家拜年了 是我所有的朋友 家庭幸福 关心 好运 非你莫属 天天开心 家庭幸福 吉星高涨 滚滚裁员 到家来